海之馆的笔木鱼,作者安房侄子,翻译彭毅。 岛维岛田在阿卡西亚西餐馆干活,从战前的交叉田往右拐,第三家,就是房顶上装饰着巨大的鸡的那家西餐馆,在厨房里洗盘子洗菜,从早干到晚,年龄是22,从童年起就特别喜欢烹饪和美食,就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厨师。 其实,16岁那年,一个人来到了这座小镇,以后的日子里,岛维就一直住在这家餐馆狭窄的阁楼上,拼命地干活,不管是别人怎么讨厌的活,都高高兴兴地去干。 每天早上,从舵堆积如山的洋葱头开始干起,洗盘子,洗锅,擦水池子,连倒垃圾也是他的活。 可尽管这么干,岛田岛维还永远是一个最低等的下手。 阿卡西亚西餐馆,除了岛维之外,还有五位厨师,全都戴着一样的白帽子,穿着僵的鼻挺的白制服。 可是,和岛维同岁的山下军,老早就担任起煎蛋卷的活了,比岛维不知道要晚进来多久的钢本军,也让他一个人烧汤了。 可唯有岛维,永远只能打下手,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烹饪学校的毕业证书吧? 再有,或许就是他这个人太老实,死心眼,不会讨好别人。 也可以说是运气不好,岛维的厨师长是一个心术极端不正的人,烹饪的窍门一样也不焦,就连让他尝一口锅里剩下的汤都不愿意。 可当岛维失败的时候,却会说出这样的话来,你干脆辞职算了,你要是不被海之馆的比目鱼看上,就甭想成为一个构格的厨师。 一直相信在这个世界上,只要忍一忍拼命干活,怎么也能成功的岛维,这段日子是彻底的一蹶不正了。 这样下去,也许我这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了。 因为心灰意冷的干活,这段日子,岛维不是伤了手指,打碎了杯子,就是弄翻了调味汁的锅,而每当这个时候,厨师长就会狠狠地臭骂到位一顿,同事们也会说他的坏话。 这人可真是一个废物啊,一天,钢本军一边把柠檬切成月牙形,一边讥讽道,真是的,脑袋不会拐弯的家伙,再怎么不顾一切的干活,也是没用啊,越是拼命,越是拼命的失败哦。 身下军帮起枪来,声音大的整个厨房都可以听到,厨师长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,吹着口哨,实在是太气人了,岛维的脸胀得血红血红,他强忍住泪水,弯腰打扫着撒了一地的调味汁。 不在这家店干了吧,不干了,重找一家,重新干起吧。 就在他心里决定了的一刹那,有谁说道,忍一忍,忍一忍。 嘿,岛尾站起来,朝四周扫了一圈,可是谁也没有和岛尾说话,听到的只有换气扇的呜呜声和锅里的油的声音,岛尾又弯下腰,拿起了抹布,于是又响起了细小的声音,我会帮你的,请在这里再忍受一下。 这声音怎么这么像死了的父亲呢?岛尾正想着,发现一条笔木鱼,躺在水池下面的一块冰上头。 不,是与笔木鱼的眼珠子相遇了,天哪,笔木鱼竟还活着,他那小小的眼珠子黑亮亮的,嘴巴巴唧巴唧地蠕动着,从那张嘴巴里,笔木鱼说出了这样的话来。 我马上就要被烹饪吃掉了,可是,即便是只剩下了骨头,我也还是活着的,所以,请不要把我的骨头扔进垃圾桶里,如果好好珍惜我的骨头,我一定会帮你的,我一定会引导你到自立门户那一天。 岛尾吃了一惊,抹布掉到了地上,然后放低了声音,珍惜骨头是,刚开了一个头,笔木鱼干脆地回答道,也就是说,请把我的骨头送回到水里。 送回到水里? 是,就是放到杯子里也行,最好能倒上满满一杯子的海水,如果办不到,请倒上盐水,明白了吗? 要是明白了,就去那边干活吧。 瞧呀,莫内沙斯已经准备好了,该轮到我出场了。 这时,厨师长吼了起来,岛田君,地你要擦到什么时候呀,快点把那里的笔木鱼拿过来。 岛尾的尖头哆嗦了一下,揪住笔木鱼的尾巴,拎到了水池。 厨师长一边用水冲笔木鱼,一边大声地问,菠菜洗了吗? 是,洗过了。 岛尾答道,一张脸紧张地认真过了头,接着,他把盐、胡椒和烈性的白葡萄酒, 拿到了案板上。 烤炉已经达到了160度的温度,烤盘上也涂上了黄油。 岛尾在案板的边上,一边跺荷兰琴,一边在心里一遍遍地重复着刚才笔木鱼的话。 岛田君,跺完荷兰琴,去把土豆的皮削了。 刚本君在后面喊。 山下君接着说,快点干呀,虾还没准备好吧,今天是星期天格外忙,不麻利点不行啊。 知道了,知道了。 岛尾点点头,不停地干着,一边洗着满是泥土的土豆,岛尾一边还是在心里重复着笔木鱼的话,自立,自立。 顿时,心头不可思议地明朗起来了,削土豆皮的时候也好,剥小虾的壳的时候也好,岛尾一直留心着刚才的那条笔木鱼。 从笔木鱼被撒上盐和胡椒,装到烤盘里,一直看到最后被浇上沙丝,放到了烤炉里。 不一会儿,裹着一层淡茶色沙丝的笔木鱼烤好了,被从烤炉里取了出来。 岛尾的心怦怦地跳着,目送着它被盛到一个白色的大盘子里,撒上荷兰琴,消失在了客房里。 好了,这后面才是正式开始,岛尾想,对于岛尾来说,笔木鱼的盘子从客房里端回来,是何等的漫长。 一边洗着脏了的切菜板,锅和碗,岛尾一边时不时地偷看一眼,连接着客房的门。 大约三十分钟,脏了的餐具一下子被端了回来。 岛尾跑上去,从里头把那条笔木鱼的骨头长了出来,飞快地用抹布包住,塞到了口袋里。 没想到白制服的大口袋那么大,岛尾暗暗地感谢起他来了,因为笔木鱼的骨头就那样头连着尾巴,被整个装在了口袋里。 这天夜里,工作彻底结束了之后,岛尾跳着爬上了阁楼的楼梯。 岛尾一个人住在阁楼斜顶的小房间里,阿卡西亚西餐馆其他的厨师全部通勤,住在店里干活的只有岛尾一个人。 因此,岛尾还兼任着餐馆开门人的职责。 店经理总是说他,锁门是你的工作啊。 往一个大玻璃杯子里倒满了清水,又把从厨房偷偷拿来的一勺盐放到了水里。 岛尾这才像举行什么肃穆的仪式似的,慢慢地把鱼骨头从口袋里掏了出来。 笔木鱼,打开抹布,岛尾轻轻地换道。 笔木鱼,杯子准备好了哟,把你送回到水里去了哟。 一边说,岛尾一边把笔木鱼的骨头从尾巴开始,轻轻地放到了水里。 已经被烤死了的笔木鱼的白眼珠子,一到水里,立刻就炯炯放光了。 这让岛尾吓了一跳,笔木鱼的嘴又静静地动了起来,说。 啊,终于起死回生了。 只听岛尾问道,盐的浓度怎么样,和海水大不一样吧。 只剩下了骨头的鱼说,哎,这种地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等有一天我的任务完成了,请把我送回到大海。 任务? 哎,忘了可不行啊,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? 我要让你成为一名构格的厨师,拥有一家自己的店。 可,这样的事真的能行吗? 我,我还是个下手。 一看岛尾的脸阴沉下来,笔木鱼眼珠子闪闪发光地说, 我啊,刚才在厨房的冰上看见你干活的样子,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 正直,认真,这比什么都强。 这样的人还总是被人伤害,实在是让我忍无可忍。 岛尾的胸口突然热了起来,已经有好久,没有听到过这样热情的话了。 笔木鱼眺望着窗外黑暗的夜空,继续说了下去, 我会想方设法引导你到自立门户的那一天,那之后,就要靠你自己了。 岛尾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,笔木鱼说, 首先,要拥有一家自己的店,最好是带一个用起来方便的厨房的小店。 电?岛尾挣了一下,禁不住大声叫了起来,我没有那么多钱啊,知道吗? 我的财产只有这么多呀。 岛尾从壁橱的大皮箱里拿出一个存折,翻开给他看。 从近这家店工作以来,拿到的薪水,岛尾一分都没有乱花过,全都存在这里, 可这也不够拥有一家店的钱啊,笔木鱼却满不在乎,不用担心。 鱼说,拿着他,到梧桐街三十八号去一趟,这会儿,那里有一家店出售,那是一家西餐馆啊, 掌柜的干腻粉了,正要卖掉它呢,你把所有的存款都交给掌柜,剩下的,告诉他明年一定还给他。 不可能这么简单呀,岛尾撅起了嘴。 这个世道艰难的世界,又有谁会去听一个孤独的年轻人的不足挂齿的愿望呢? 岛尾叹了一口气,鱼突然发出了可怕的声音,如果你不相信我,就什么也实现不了。 他的眼珠子里射出了严厉的光,岛尾慌忙地连连点了几下头,鱼严厉的低声继续道, 万一不行,你就对店主说一句话试一试,你就说,有海质馆的比目鱼跟着我呢,绝不会让您吃亏。 岛尾悄悄悄地把鱼的话重复了一遍,有海质馆的比目鱼跟着我呢,绝不会让您吃亏。 于是,不可思议的是,岛尾的心彻底地明朗起来,力量倍增,他有一种感觉,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。 这天夜里,岛尾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比目鱼的话才睡着的。 第二天晚上,厨房的工作全都结束了之后,岛尾出发去梧桐街,上衣里面的口袋里,装着中午休息时从银行取来的钱。 梧桐街38号,岛尾嘟囔着,过了晚上9点,梧桐街上的人就稀稀拉拉的了,只有酒吧的霓虹灯闪烁着红光。 从下到地下的窄窄的台阶下面传来了罪鬼的吵嚷声。 岛尾小心地走在路上,一座建筑的前面,飘动着一张写着出售店铺的白纸,是一座有着雅致的茶色门,西餐馆风格的房子。 就是这里,就是这里。 岛尾轻轻地敲响了那扇门,没有回音,岛尾又敲了一次。 这回,从里头传来了开锁的声音,一个秃头的胖男人探出脸来。 这店是要出售吧?岛尾结结巴巴地问,胖男人点点头,那么,请一定让给我。 我虽然现在还在阿卡西亚西餐馆工作,但我想我很快就会独立的。 呵,阿卡西亚西餐馆,那可是一流的。 男人把门开大了一点,让岛尾进到了自己的店里。 这确实是一家又旧又小的店,但桌子也好,椅子也好,灯光也好,却都挺有品味的。 岛尾在距离门口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,把装着钱的信封从口袋里掏了出来,一口气说道, 我今天只拿来这么多钱,剩下的我明年一定还清,请把这家店卖给我吧。 男人愣在那里,死死地盯住了岛尾的脸。 突然这么一说,然后撇了一下嘴,不过马上就改变了主意,问,那么你带来了多少钱呢? 于是岛尾回答道,这是我在阿卡西亚西餐馆拿到的六年的薪水,请您数一下。 男人勉强地把新封里的钱抽了出来,开始数起来,还没有全部数完,就说, 这也差得太多了,什么剩下的明年还,我才不会上当受骗呢? 于是,岛尾深深地吸了口气,把昨天鱼交给他的那句话,一口气吐了出来。 有海之馆的笔木鱼跟着我呢,绝不会让您吃亏。 于是,怎么样了呢?男人的脸顿时就变得惨白,然后眼看着又变红了。 你说什么? 深吟似的低声咕弄了一句,男人目不转睛地盯住了岛尾的脸。 你认识海之馆的笔木鱼? 岛尾点点头,男人这回靠得住时地看着岛尾,你可真了不得。 他说,海之馆笔木鱼的传说还是很久很久以前,从我爷爷那里听到过, 说那是一条几百年才能到手一次有魔力的鱼,一条再怎么死还能起死回生的了不得的鱼, 被他看中的人就是一个幸运儿了。 你可真不得了,让我也沾沾你幸运的光吧。 男人一个人兴奋地哇啦哇啦够了,从里头的房间里拿出了笔和文件。 我好歹也算是一个厨师,就让我相信海之馆的笔木鱼一回,把这家店卖给你吧, 剩下的钱来年还给我就行了。 好了,请在这里签名。 就这样,转眼之间,岛尾就到手了一家店。 气喘吁吁地回到房间里,岛尾把这件事对杯子里的笔木鱼说了, 想不到,笔木鱼满不在乎地说。 那么,接下来的,就是下面的工作。 你已经有了一家店了,所以从现在起,你必须抓紧时间学会烹饪。 你必须有一份别的西餐馆没有的,让人拍案叫绝的菜单。 你听好了,从现在起,每天晚上我都会教你做法,请努力听好。 而且,学会的菜要立刻试着做一遍。 可是,你到底在什么地方? 岛尾犹豫起来,他怎么也不敢想象擅自使用阿卡西亚西餐馆的厨房。 这时,笔木鱼说,你在说什么呢?你的店不是刚刚到手吗?那里不是有厨房,还有锅,有菜刀,一切必要的东西都被齐了吗? 听好了,这回一拿到薪水,正好是明天,马上就用他去买烹饪的材料,然后把它们悄悄地运到你自己的店里,在半夜里练习。 一开始,请照我教的去做,火候呀,分量呀,丝毫也不能马虎,因为最后一勺盐,一滴葡萄酒都会让菜变味儿,暂时要忙上一阵子了,没有时间睡觉,也没有时间休息。 岛尾默默地点了点头,从接下来的那天晚上起,岛尾的学习开始了,笔木鱼在杯子里,不停地巴搭着嘴,教给岛尾各式各样的烹饪方法。 这还不仅仅是阿卡西亚西餐馆常常使用的鸡、虾和牡蛎的菜。 比方说,像什么蛙腿冷盘啦,什么海龟汤,野鸭橘子沙丝,烤匀雀,以及馅饼皮包鲑鱼之类的菜等等。 这些菜的做法,笔木鱼一天晚上只讲一种,又说得特别详细,所以,岛尾必须全神贯注地用本子记下来。 而且,笔木鱼一讲完,他立刻就得抓起那个本子,到梧桐街的店里去把学到的菜试着做一遍。 岛尾格外地认真,火候,水的多少,盐的咸淡,甚至连撒胡椒的样子都绝不肯马虎。 就这样,经过这样全神贯注,连鼻搁都不哼一声地练习,岛尾的记忆大有长进。 而且,只那么几天,就成为一个记忆超群的厨师了,说不定,阿卡西亚西餐馆的厨师长都不在话下了呢。 可是,岛尾绝不狂妄自大,不但不在同事面前炫耀自己的记忆,反而和以前一样,继续任劳任怨地干着下手的活。 除了干活还是干活,没有时间睡觉,也没有时间休息,已经快要倒下来了。 说实话,岛尾有点瘦了,脸色也不好,还时不时地头晕。 你可真是一个拼命的人呀,而且还是个正直的人,白天黑夜都那么努力,真让我喜欢啊。 一天晚上,比木鱼这样说道,然后,这回又把从材料的采购方法,菜单的白发,葡萄酒和甜点的选择方法,到桌子上花的装饰方法,都详详细细地交给了他。 就这样,当鱼的讲义全部讲完了的时候,鱼静静地说,你真努力呀,到此,独立的准备就算基本上完成了,开店还有些日子,先休息一下身子,每天晚上睡得足足地攒下力气。 岛尾常说了一口气,点点头,鱼像是想起了什么,说出这样的话,不过,我还要为你做一件事。 什么事呢?你必须娶一个媳妇,找一个开朗,性格温和而又能干的女孩,结婚呀。 西餐馆说到底,毕竟是接待客人的生意呀,菜的味道再怎么好,没有一个和蔼可亲的女主人也是不行。 确实如此,岛尾想,可这样的女朋友,岛尾连一个也没有,这可太难了,岛尾嘀咕了一句,鱼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了。 不,这回到白话街去一趟吧,鱼说。 白话街?对了,就是银行的隔壁,不是有一家点心店吗? 它的地下是间小小的咖啡店,那里,一直有一个弹钢琴的女孩,是个穿着蓝色衣服,非常可爱的女孩,我觉得那样的女孩和你特别般配。 鱼的眼睛仿佛能够看到那个女孩的模样似的,嗯,明天就去看看吧。 鱼这么劝他道,可是岛尾还是犹豫不定,这样的女孩真的会喜欢上自己吗? 他非常担心,过几天去看看。 岛尾小声回答,但是好些天过去了,岛尾也没有去,比目鱼用一条条古老的谚语,像什么趁热打铁,什么当行即行,催促要永远犹豫下去的岛尾。 终于有一天,岛尾想去百花街了。 这天,是阿卡西亚西餐馆的定休日,岛尾穿上往常不舍的穿的衬衫,系上了领带,鞋也剪了一双最漂亮的穿上了。 然后,心神不定地走上了林音道,在银行的隔壁,他找到那家陈列着精美点心的点心店。 接着,他顺着边上窄窄的楼梯走了下去,正如比目鱼所说,有一家咖啡店。 黯淡的小店里,静静地流淌着钢琴的乐曲声,听上去,海浪一样的声音是那么的亲切而宜人。 弹钢琴的是一个穿连衣裙的女孩,连衣裙的领子上镶着花边,上面是一头乌黑的长发。 导尾在角落的一个座位坐下了,他想,蓝色的与美人草一样的人。 要了一杯红茶,导尾听着女孩弹钢琴,出神地听了一遍又一遍,结果,红茶都换了三回,但导尾却始终没有勇气从座位上站起来,走到女孩的身边。 每逢休息日,导尾就去那家咖啡店,然后就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喝着同样的红茶,听着同样的钢琴奏鸣曲。 怎么样了,和弹钢琴的女孩好起来了吗? 一天晚上,笔木鱼问到位,导尾默默地笑了,说过话了吗? 导尾摇了摇头,小声这样说,我只要听着她的钢琴就足够了。 这怎么行?鱼像斥责踏实地说,拿出勇气来,去面对面接触一下,不这样,就失去机会了。 我教你一个好办法吧,烤一个可爱的馅饼,做法嘛,我上次已经教给你了, 用新鲜的鲑鱼、蘑菇和香草,佐料呢,是使它看上去好看的黑胡椒和盐。 你要把它烤成一条小鱼的形状,用白色的餐巾纸包上,再扎上一条银色的丝带,等钢琴弹完了,悄悄地送过去。 导尾的眼睛放光了,论烹饪,他是不会输给别人的。 于是,立刻就跑到了梧桐街自己的店里,一心一意地烤起馅饼来了。 剁黄油的时候也好,揉面的时候也好,导尾都在哼着那首钢琴奏鸣曲。 然后,接下来的那个休息日,导尾带着这个烤好了的赏心悦目的小馅饼去咖啡店了。 然后,等那首钢琴奏鸣曲结束了,蓝衣女孩从钢琴前面站起来的时候,导尾跑上去递了过去。 是我烤的馅饼,请尝一尝。 因为拿来的是自己擅长的馅饼,导尾充满了自信,话也说得流畅。 蓝衣女孩头一次凝视着导尾,话一样地笑了。 就这样,导尾和蓝衣女孩终于说起话来了。 女孩说她的名字叫蓝,是大海颜色的名字啊。 那一声喃喃细语,一直回想在导尾的耳畔。 导尾为蓝烤了各式各样的馅饼,她以笔木鱼胶的方法为蓝本, 在种种烤法上着实动了一番脑筋,做出了好几种谁也没有见到过的漂亮的馅饼。 比方说,像什么野鸡肉馅的星星形状的馅饼, 蘑菇馅的树叶形状的馅饼,南瓜馅的星形状的馅饼。 蓝每次接过这样的馅饼时,脸颊都会泛起一层玫瑰色,说, 看起来很好吃。 然后有一天,导尾终于横下一条心,对女孩开了口。 喂,和我结婚吧,过几天,我就要有一家小店了, 我们一起开这家店吧。 蓝睁大了眼睛,定睛凝视着导尾,因为这实在是太突然了, 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于是导尾干脆直接了当地说, 有海之馆的笔木鱼跟着我呢,绝不会让你不幸的。 海之馆的笔木鱼? 女孩惊叫起来,然后她说,最近这段时间,我每天晚上都梦见鱼, 一条有着不可思议的眼睛的大笔木鱼,总是到我这里来, 对我说,要成为女丈夫的那个人就要来了,那个人肯定会让你幸福的。 啊,那个梦是真的。 就这样,蓝答应了导尾的求婚。 好了,这下愿望全都实现了,导尾有了一家店, 学会了出色的烹饪技艺,而且还找到了一个可爱的新娘子。 贺兰两个人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,还阔天空地聊着, 在白话街、梧桐街和阿卡西亚街散完步之后, 导尾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放轻脚步回到阁楼,导尾走进窗边的杯子,对笔木鱼说, 谢谢你,笔木鱼,我们终于订婚了。 笔木鱼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爱,点了点头,太好了, 我的工作也到此结束了,从今往后,就要靠你自己的力量了。 说是自立门户了,但还远着呢, 借了那么多的钱不说,靠自己的力量开一家店,辛苦是免不了的了。 但是,只要正直认真地干下去,肯定会好起来的。 万一怎么也撑不下去的时候,就回忆一下海质馆的笔木鱼的事情吧, 我会远远地守护着你们的。 刚一说完,笔木鱼的眼珠子眼瞅着就变白了,变成了死鱼的眼睛。 导尾立即就辞去了阿卡西亚西餐馆的工作, 然后,贺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,搬到了梧桐街的新店。 新店开张的准备一结束,两人就去了一趟大海。 当然,是为了把笔木鱼的骨头送回大海。 两个人划着一条小船出海去了, 然后,把用雪白的餐巾纸包着的骨头放到了海水里, 在心里说了一声,谢谢。